欢迎来到王一博NewsCenter频道,请订阅频道,大家不要错过当天王一博的新闻,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央视推出的新剧追风者定档3月21日黄金档上映,没错,就是之前的长风破浪。 这次更改了名字追风者,果然央妈一出,就问有没有,突然间改名,一时间有点茫然,不过显然这个名字更耳熟能详。 这部剧是王一博作为大男主的作品,金融题材的作品,背景是民国时期,讲述金融小白职场逆袭陈大佬的过程,这种剧让我一瞬间想到前不久播出的繁花,有种异曲同工之处。 这部剧的热度基本上集中在王一博身上,因为剧中其他人的流量是无法拉高到这么大的讨论度,没办法,娱乐圈中的顶端级流量,王一博的剧向来不缺的就是热度和话题。 的确如此,王一博的这部剧在带播剧中,截止到3月15日,德塔文带播剧指数中,成功登顶,再度霸榜,王一博的角色魏若来,更是成功出圈,在金融界成为热议的焦点。 就是想问一句,王一博的每个角色都很有魅力,而这次的魏若来显然已经超过预期,因为牵扯到了大家关心的问题,那就是财富,赚钱的事,谁都有兴趣,不过这次人家讨论的居然是金融会计。 甚至连很多金融会计业内人人士都纷纷前来打卡,讨论度达到了一个热闹非凡,就是因为有王一博参与,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,各种行业内部讯息也逐渐被大家熟悉起来,原来各行各业都这么精彩。 看到魏若来在剧中被各种地打,网友没有心疼,而是说正常,涉及到金融,能不文武双全吗? 那个时期的金融界,堪称武斗场,没点功夫傍身,岂能斥炸职场? 还有看到王一博出入职场,破棉袄,秋裤起球,袜子有洞,击窝头。 可是进入金融圈后,瞬间变成精神小火,逐渐开始拿捏到了财富密码,逆袭成金融小财俊,赚钱的能力凸显起来。 头发变顺滑,有钱买头油了,西装革履,一套接一套,行走的衣架子上线了,小皮鞋也是赠光瓦亮起来了,哎呀,看到赚钱的魏若来,让我们明白一点,去金融界吧,实现财富自由,指日可达。 这部剧是在提醒我们什么? 想要赚钱,不能单纯当个小会计,还需要什么? 一个王一博的助力才可以。 不,要有魏若来的胆势,还要有人家聪明的小脑瓜,能闻能悟,更重要的是,颜值。 央妈保障,收视率无庸置疑,有王一博在的剧,少不了的就是热度,更是品质的保障,各种花絮放不停,跟着王一博把钱赚起来吧。 王一博的面子丢了。 被夸是个礼貌的小孩,大人聊天从不插画王一博的新剧《长风破浪改名追风者》,定档央视,终于等来了金融界的乃厄未若来。 头一次听说还有电视剧的看片会,提前感受一下这部剧的品质,好多人说有了电影的质感。 主创团队这次一出来,就是王一博的夸夸团,特别是导演姚小峰,更是实在人,说话那叫一个没把观众当外人,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王一博的形象。 都说很多难搞的人,只需要一个王一博就够了,合作过的人,各个有点个性有点脾气的人,在遇到王一博后,不是变成长辈粉就是爸爸粉。 导演傅东玉跟王一博合作完后,再度二搭不说,还带着孩子去看街舞,带着演员去看王一博的电影,更是包场支持,还会各种场合夸他一直在进步。 王静松更是点赞王一博的微博,牵着他的手,笑开了花,还有难搞的成儿,对王一博那是伯乐的存在,带着他拉片看戏剧,到处去取景的,拖宽他的眼界,提升他的艺术鉴赏,更是处处维护,帮他成功拿下金鸡奖男配。 这次又轮到姚晓峰了,一句话,直接送他上热搜,说王一博是个羞涩安静有礼貌的小孩,大人在聊天,他从不插话。 说完这话后,其他人纷纷低头大笑起来,怎么这个这么直白,真没把王一博当外人,直接把他当自家孩子了。 王一博都26岁了,粉丝为了表达对他的喜爱,会把他哪里哪气的一面放大,都说他脸上挂着镖,再加上皮肤白皙,有种说不出的少年感,跟实际年龄经常不符,粉丝这么说也就罢了,没想到导演也这么说,王一博多年经营的裤盖形象,就这么没了,你说这个大直男听了,做何感想? 都是这么营销他的吗?都是这么不给面子的吗? 难怪王一博出来不敢多笑,冷冰冰的一张拽拽的姿态,就是为了塑造自己的高冷裤盖形象,结果呢? 不争气的奶镖,不值钱的偷笑都前功尽弃,一招回到解放前,瞬间变成王甜甜。 王一博不要挣扎了,天生励志难自弃,被叫小孩有什么不可,谁让咱们白嫩又可爱,哪里哪气还能装裤盖,往后别装裤,对着镜头就微笑,咱们是裤盖变奶盖好了,亲切又温暖。 感谢您观看影片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支持我们。